大家好,这里是竹科的科学院区探索馆 由于疫情的关系,目前探索馆实体参观较不方便 但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开始线上导览吧 首先来介绍探索馆,探索馆有41年的历史 在1980年由竹科管理局盖第一期标准厂房给厂商承租使用 2007年竹科管理局收回来改建成唯一型博物馆 这栋楼目前有三层楼,一楼是前瞻馆,二楼是产业馆 三楼是文化馆,馆内科技产品有多达100个以上品项 由于产品众多,我们挑重点介绍,先从一楼开始吧 主科管理局每年都会举办创新产品奖 目前展示区是2020年德江厂商所展示的产品 由元泰科技公司提供的电子纸笔记本 是一套便利利于档案分享处理的电子笔记本系统 通过一条USB传输线与智慧型手机或电脑连接 即可将手机Android或Windows电脑系统上的画面 投射在电子纸笔记本上 将上透过软体的手写笔记功能 均可投射在电子纸萤幕上阅读及书写 在远距离线上教学相当便利 另外元泰公司也积极拓展彩色电子纸市场 锁定数位教育 接着介绍由群创公司提供的全屏多子指纹感测液金显示器 它可以将指纹辨识组合到LCD面板 具体实现屏内指纹的功能 提升使用的效能 而且可以多指纹同时辨识 大大提升身份辨识的精准度 有大面积的感测 不用局限按压固定位置 大幅增加使用的弹性和便利性 由群耀伊甸公司提供的磁控上消化道内饰剂 它可以适用在10到位12指差 以磁力控制来进行观察 可以及时的影像输出 透过电脑萤幕和医生做及时性的沟通 因为传统的消化道内饰剂 会需要有麻醉和刮霜未必的风险 使用有限的胶囊内饰剂 因其体积小 可以降低检查时候喉咙的不舒服感觉 由来美医疗器材公司提供的 睡眠呼吸治疗装置 这个治疗装置在改善睡眠呼吸症 它采用负压呼吸器能让患者呼吸到畅通 有别于传统阳压呼吸器强迫灌气方式 方便让使用者自行呼吸 并具有舒适、安静、轻薄、短小的优点 内建锂电池设计让患者可以随身带着走 接着介绍绿能环保区 由亚太燃料公司提供的氢燃料电池机车 燃料电池是一种发电装置 利用氢气及氧的化学变化产生电流及水 机车内有两个氢气燃料瓶 因为是小型载具 所以亚太公司设计是做交换式的 氢燃料瓶用完就去做交换 所以不像一般非充电电池一样用完就丢弃 也不像台湾勾口龙机车需要充电电池 一样用完必须继续充电 它还是需要核能发电和火力发电 人数会产生二氧化碳的问题 所以这一台氢燃料机车完全无污染 是目前发展前景的新能源 真正发挥对环境保护的贡献 减少碳排放和PN205 另外亚太燃料公司除了运用在机车上 还有在备份电力系统和高尔夫球车的设计 以达到运用最高性能与效率 在节能减碳的部分 这个氢燃料能源是未来的趋势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二楼市产业馆 在这边我们介绍竹科 目前小属有六个卫星园区 分别是新竹 铜锣 竹南 新竹生衣 在竹北高铁布基 加上龙台 宜兰等科学园区 园区有六大产业 首先介绍第一大产业 机体电路 机体电路就是我们所称的IC IC的产业占园区的产值 占73%左右 接着带各位了解IC的制程 接着产品介绍 联发科的5G晶片 它整合5G数据机 并采用7nm的先进制程 可为5G终端装置提供全球最强动力 和最先进的功能 释放5G的无限可能 联发科是目前台湾第一大的IC设计公司 也是全球第四大的IC设计公司 园区IC设计产品很多 包括联勇科技的多指指控 及指纹辨识晶片 和瑞育公司提供的8K影像解码 与处理晶片 欢迎疫情后再来深入了解 光电产业是园区的第二大产业 产值大约13%左右 现在来介绍 这小产品由普居公司提供的 反射式镜红外光谱仪 透过这小小的光谱仪 它可以广泛应用于有机物质的成本分析 包括了食品、食安、农业土壤、生衣、药品、石化、纺织、绿能、环保等等 与科普教育 由激光照明公司提供的 OLED护眼台灯 这是全球最薄型的OLED台灯 应用创新的插片式灯片专利 可自由替换OLED灯片 无需态换整座台灯 具环保优点 加上低热源、省电、无蓝害 而且不含拱的特性 表达对人体及环境的友善 电脑周边产业 目前占园区的产值大约4%左右 由罗奇公司提供的RGB无线机械式键盘 很适合电竞玩家使用 最大的亮点 使用LiteSpeed专业等级无线技术连线 以及高效能低频机械键轴 可获得超高速的1毫秒回报速率 并兼具轻薄、轻巧、携带方便 可以带给玩家们玩转游戏新时代 生物科技产业 目前占园区的比重大约1%多 不过现在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 再加上高龄社会 所以这个产业也在快速成长中 由男子公司提供的手持式牙科S光机 特点是使用冷音及S光管 取代传统的S光管 其优势就是低辐射剂量 再加上它前端配置的牵防护环 可保护使用者不受其辐射的布设 再加上它可以手持使用 提供绝佳的便利性 台湾微创提供的单一伤口 微创脊椎导航钉系统 这个创新的技术主要配合手术方式的改变 并赋予微创钉具有导引手术机械的功能 达到单一伤口的2.5公分的微创小伤口 除了节省住院等医疗成本外 可以提升手术效率 使病人的伤害小恢复快 因此微创手术可以比传统手术还要快出院 联合骨科公司提供的骨柄骨挫 这是用于髋关节的人工髋关节手术 骨挫它是用特定角度与螺旋线分布 再搭配适合位置的交错破尺设计 可增进挫骨效率与降低挫骨时的阻力 能节省医生操作手术时间 协助医生判断病患的骨质与挫骨范围 正确挫骨质病患使用植入物的尺寸 达到最后的手术效果 骨柄的部分会选用钛合金或孤若木合金制成 有多种长度及偏心剧可以选择 适合各种不同尺寸的需求 可以让医生在手术中能轻松地平衡腿长 通讯产月占园区的产值大约4%左右 由合情公司提供的双屏无线分享器 这一台是针对电竞玩家设计的路由器 搭载独家太空战舰造型 更准确更快速的无线讯号品质 多人同步连线技术 让玩家们各自拥有全数的无线频宽 提供玩家最佳覆盖率及游戏娱乐应用 接着介绍精密机械产业 这个产业大约占园区的产值3%左右 由日本乐华公司提供的晶圆塞选机 现在看到的是它缩小版模型 晶圆塞选机诉求高速度 省空间 低震动 低噪音的装置 它可以读取晶片双面刻号 藉由搭配光学及影像 可实现高识别率 现在看到的机械手臂是装置在晶圆塞选机里面 采用的是双背型机械手臂 三个黑色的阻力点为真空的伏压设计 于一个位置上可高速交替伴送 并且不允许机械手臂动作中有微粒层的产生 达到无程式第一层级 最后在产业应用与结合领域 由尖材公司提供的光疗仪 这台光疗仪是运用发光二极体 LED发射出医疗用的机器 红光可以助进伤口愈合 蓝光可以治疗青春痘 黄光可以助进胶原蛋白的真身 在医美诊所里非常适用于现在的暗美人士 三楼是文化馆 馆内保存于展示员区发展史 还有影片的介绍 记载刊物与大事集 线上导览到此结束 欢迎在疫情趋缓后 请大家亲自来探索馆参观咯 谢谢